首先你必须要把木盤上面先调好 有最深的和最浅的颜色 画鱼的头 记得笔要点下去 到这边提起来 眼修一下 画眼睛 记得有些地方要留白 不要整个都画一个圈圈 好像你勾起来 这边故意给它留一个勾勾 嘴巴你可以先来画 你可以拿比较小的笔来画 你可以稍微的修整一下 把旁边这边稍微的修胖一点 再来你要用很浅的墨 如果这支笔很深 需要在旁边把它给洗掉 或者是换另外一支笔 可以试一下纸 看看这个颜色是不是你要的 不太深 然后继续的把它加一点水 画它的身体 它的鱼肚胖胖的 先画的呢会在它前面 所以等一下干的时候 你可以看得到 再画尾巴 你可以稍微的浅的墨 再沾一点点深的墨 然后第一个画的会在前面 比如说我现在要画第一个 记得笔 顿下去 要转过来 然后去修它的尾巴 不可以慢慢慢慢画 趁它还湿的时候 有些地方你可以稍微的加强一下 第二片呢 尾巴稍微黑一点 这个时候笔不是像这样的 笔是像这样子 压下来 稍微的修一下 你可以让它有一点点不太整齐 同样的 必须要在尖尖的地方 再沾一点点黑色 第三片 有时候会留下这样子 其实上次画好的 这叫非白 故意让它呢 有白色的纹路 这个时候想要再加一些在它下面 是可以的 如果你的墨太多 记得把它稀下来一些 现在要加它的fin 如果有点太淡了 要去补一下 不要用撇的 你要稍微的顿一下 到外面顿一下 到这边顿一下 你会注意到鲜化的会在前面 但是你不要因为它鲜化的 你就故意把它加在它前面 红色的金鱼的头 这是侧面 不要用描的 像这个眼睛的部分 要留下来 这里有一个洞 就是要做眼睛 可以稍微的修一下 不要很整齐 先画身体 尽量浅一点 水要少 不要太多 一笔 两笔 这是它的余度 如果颜色 你觉得太深 稍微的把它稀起来 如果你的笔有点湿 稍微的在你的纸上面 拍一下 它的部分 可以先做好基本的shape 然后再去压纹路 然后再去压纹路 可以再沾 一边画 一边修你这些shape 如果你觉得不够胖 稍微的修一下 如果你觉得不够胖 稍微的修一下 加 还有这边的 它的 fing 这个眼睛呢 最好是用小笔 尽量的把墨刮干 然后去沾黑的干掉的墨 墨水太多 点下去眼睛就晕开了 一样的 轻轻的拍一下 确定的墨不很多的时候 去点眼睛 在这个凹进去的这个地方 稍微点一下就好了 这边有没有呢 可以稍微的touch 一点点这个边边 这样就好了 嘴巴 你可以用这个 也可以用比较浅的墨 鲸鱼身上的点 也就是它的鳞 你可以决定要或不要 如果要 用很干的墨 我可以用很湿的墨 加强一下它尾巴的separate的线 你趁它湿的时候去做的 是要做的很nature 不要补的很明显 像这个 这个要更浅的墨 很浅的墨上面不适合用很深的墨 去做鱼身上的点 荷叶 可以稍微的沾一点点绿色 不要只是墨色 就是绿色的墨 perspective 不要站着 小小的 浅色的也可以 有时候可以再补一些绿色 记得补的时候都会跑到后面去 如果你要加强黑色 补在它的里面 不要补到它后面去 不要只是画在这个纸里面 想想看 这个landscape 是有很多范围的 就是out of frame 超过这个纸 有的要靠到外面去 好像外面还有荷叶 要配好 不要太挤 像这个你画上去 它会躲到它下面 有的颜色可以稍微浅一点 不要叶子都是一个颜色 有的是灰色 有的是绿色 让它有一些深跟浅的变化 有的小小的 画一点点水瓢在这个水池上面 然后就是这个palm的上面 有深有浅 要想好构图 还没有开的小荷花 小的lily 有的还没有开 小荷花 或是快要开了 稍微远一点的地方 画一朵大的 好 沾黑一点的木 还有一点点绿色 就画你的花托 然后你可以做亮一点 不用那么深 可能在下面可以补个叶子 水要少 一定要很少很少 刮掉 这样子比较好做 Stamp Stamp不会通通 刚刚好把这个花包好 有的可能Stamp会有点掉下来 如果你喜欢加黄色 可以加黄色 这是金鱼 在胖上面 你可以在这个荷叶的中间呢 加上黑的一道 就是它的Stamp 你可以不用加 如果你想加 增加一点点它的Tone 就是它有灰色跟最黑的 不一定每一个都要加 如果你觉得有需要 你再加它 你再加它